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又講講關於本港的消息 話說特區政府的防疫抗疫措施有多流 就眾所周知 今天他們又打算再獻新郵 根據多家本地媒體所引述的消息指出 說特區政府打算在這個星期六和星期日 即是明日和後日 就在油麻地和佐敦一帶畫出一個指定檢測區域 在這個範圍裡面的居民就要實施禁足令 以及接受強制檢測 這個消息還說如果真的實行封區的時候 特區政府將會調動過千名的紀律部隊 以及檢測人員參與 包括了在各座的大廈門口住守 以及逐家逐戶地拍門洗樓 確保該區所有人士進行了強制檢測為止 目標就要在下星期一完成所有區內人士的檢測工作 實情這些措施就叫做本末倒置 在講下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為什麼說這些措施是本末倒置呢? 第一件事 你這件措施預先放了風聲出來 不知道哪些人放風 反正現在全港市民都知道 即是連區內市民都知道 有部分網媒拍到 有住在區內的居民開始拖劫離開 搞得好像逃亡潮一樣 今天香港電台千禧年代節目 找來了廟街商會主席陸興發來接受訪問 據他所說 現在就留意到有不少人在搬離 包括有部分的南亞裔人士 他們在今天的午夜時份開始 搬到深水埗和元朗一帶 這是他所說的 即是證明得到 有部分住在區內的居民 就真的已經民風鮮動了 他就不想被你困住兩天 不想接受強制檢測 所以他就逃離這個住的區域 這些事情是正在發生 那你特區政府搞這個措施 請問有什麼作用呢 你如果走了那些怎樣 你在全港找回來 這件事是不可行的 根本上現在的所謂防疫抗疫措施 就是本末倒置的 變成了滋擾本地居民的生活 反而有市民提出了一個訴求 要求特區政府 你會不會考慮一下 封了和大陸之間的六路關口 你特區政府不做也不止的 你還要放鬆那些人入境 整個回港義出來 你一方面就放鬆那些 從大陸反港的香港人 另一方面 你走去針對那些 住得好地地的本地居民 那你怎樣有說服力才行的 你都不是從源頭著手解決問題的 你就等到香港出了事 那個區爆發了 你就封了一個區域 現在一搞這個封區 我相信就是第一次來的 之後肯定是後患無窮 無日無知的 他開啟了這個權力的時候 他為什麼要突然之間殺制 現在都沒有人制衡到他了 他一說引用第599章的法例 他就已經可以實施這件事了 你今天就說佐敦 明天又到哪裡呢 是不是哪個區出事 你又封哪個區呢 根本上這些措施 某程度上就叫做限制了人身自由 根據報道所說 就說在這個封區期間 凡親在強制檢測區域裡面的人 就必須持有陰性的檢測報告 才可以離開的 而區內的人士仍然可以在這個區內活動 例如是外出購買用品 或者是到餐廳用線 但是當店鋪的貨品賣完之後 就不准從外邊補貨了 政府就估計說區內有超過1萬名的居民 預料兩三天就可以完成檢測之後解封 政府在這個封區期間 就會為區內有需要的人士 提供基本物資的支援 你說啊這麼說 本來那些市民喜歡走到哪裏都可以 去大堂看紅葉也可以 去流水巷看樹的倒影也可以 奸使不行了 只是區內活動而已 我認為這些措施就是剝奪了部分市民的自由 是不可取的 就算你說從防疫抗疫的角度出發 喂 你根本上搞這個強制檢測有什麼意義呢 好話不好聽 在油麻地左敦一帶 就有很多舊樓的 而且有不少就是劏房的單位 大家可想而知 那些衛生條件很極有限 就算讓你兩天完成所有的強制檢測工作 檢測到他陰性 那代表什麼呢 是不是代表著他感染風險降低了 是不會的 因為他的客觀條件根本不變 他的生活環境仍然這麼差這麼惡劣 你不是說搬一間大屋 漂亮的房子給他住 他繼續住在那層樓 那你說有什麼分別呢 你檢測不檢測 你說這些是否擾民的措施 請問是 還有 現在預先全世界都知道 你星期六 禮拜天要做檢測的時候 有批人都已經走了 這樣就要檢測嗎 是不是 這些措施是有問題 純粹就叫做擾民 我看不到有什麼積極的效果 整班人就在這裡做大戲 大龍鳳 然後有些報導說 根據特區政府內部消息指出 大多數的居民在星期六日就不需要上班 是實施封區的最佳時間 預計可以在兩三天之內完成 讓居民在下星期一上班日就可以如常工作 但是都需要視乎檢測進度 再去決定何時解封 這些就已經是暴露了你特區政府那幫人的離地思維 是不是 我早就說了 你這幫做官的 尤其是那些高官 完全是離地 你根本上看不出民間疾苦 不吃人間煙火 住得在這個區域裡面的人 我相信沒有幾多個叫做大富大貴 但是反而有很多人就是叫做藍嶺階層 是基層人士來的 那他們的工作模式有什麼特點呢 不同你那幫做官的 做高級公務員的 你那幫人就叫做五天工作制 星期五下午怕屁股就鬆人 星期一再上班 這幫人有很多都是六天工作制的 星期六都要上班 大有人在 做地盤的工友 做三行的工友 很多的工友是出日生的 手庭口庭 你說星期六很多人就不用上班 你那幫人就在冷氣房裡 做一些糞便出來 你當然是不知道 麻煩多些下區 聽一下民眾的意見 有些人是做服務業的 或者是做零售業的 打工仔女 那些更慘的 那些是輪班工作 很多是會在星期日的時候上班 你那幫人知道嗎 你又說星期六日是最佳的封區時間 還說到 嘩 懶是看複民間疾苦 那樣 其實這幫人就是完全脫離民情 他們自己不知道 還說到黃銀大赦 那樣 你看複基層人士 看複藍嶺工人 對不對 還有 他們又說要視乎檢測進度 才再決定什麼時候解封 有什麼問題 這個檢測 起碼都要八個小時 十二個小時 不是嚴刃 很快就知道 喂 那他如果是檢測時間慢了 有部份的人拖到很遲才可以去做強檢 那你星期一的時候 你怎麼能確保得到別人如常上班 請問 是不是自打嘴巴 唉 這些措施好心 不要搞好 那你檢測完之後 就怎麼樣 陰性就怎麼樣 他第二天又是去上班 那個工作間不可以感染 他上班下班的時候 坐的那些交通工具不會感染的 啊 個個自己開車 沒有你那麼富貴 那些官這樣 是不是 很多地方他都可以感染 不僅僅說他那個居住環境 那你難道怎麼樣 全港都封了他 有些在這兩天走了 禮拜一見你解封 他就回頭 那些怎麼樣 是不是有漏網之餘 最好笑你這個陳肇始還說 那些這樣的防疫抗疫措施 就要做到滴水不漏 和嚴防輸入 於是本來獲得豁免的機組人員 將來在抵達香港之後 就需要在指定酒店檢疫14天 你這些事情根本上是拿來搞而已 為什麼你對於大陸的關口 是可以鬆得那麼厲害 大陸現在沒有那些個案出現嗎 陸續都有 是不是 你又看不到 整包ALEKS上身的 那你是不是要即時調整措施 你這個回港二 是不是要立即暫停 沒有這些消息 沒有這些討論 一尾就是要針對本地的住客 針對機組人員 你搞那麼多這些事情幹什麼 你這個源頭都不做好 你再做這些 根本上是做戲做大龍鳳 因為你是妖民而已 是不是 這些事情是不到位的 你今天 走去把佐敦封區 你下個星期又可以把其他地區封區 所以我自己都覺得 不要對這些居民落井下石 有些人就說雞飛狗爪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無可口飛 因為是人都不喜歡被困住 是人都想自由 你無厘頭被困兩三天 他可能有些人覺得不願意 那就走了 而且就是 現在佐敦第一個區 我想他這樣搞的時候 遲些就會輪流封區 總之哪一個區他認為是有需要的 他認為是爆發了這個疫情的 那就封區了 反正成本又不是做官的付出 他每個月出糧打補都是這麼多錢的 成本就是由民眾來分攤 納稅人來分攤 出動那麼多紀律部隊 就是警察 有OT費 好了 接著你出動的檢測人員 那些全部都是錢 那些錢是市民的袋子 因為陰光 不是林鄭那個 在他那裡數銀子 撥一筆出來 所以這些措施是把鬼的 你都不從問題根源著手 你搞那麼多的事情都是無謂的 正式就叫做盧民相財 我看不到你這些封區措施 可以達到一個怎樣積極的防疫抗疫效果 除了做了一場大龍諷出來之外 你學一下台灣 學一下澳門政府 那些是很好的例子 不懂就去取經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